所以就是念佛就像这个书发架写字 写的每个字都有意境 都有力度 就成了内心的一种艺术 而念佛就是用自己的心来念这句佛 佛念得好 其实是非常高雅 非常精妙的一个艺术 的确是这样子 虽然我们需要记住 秀心就是庄严自心 处处都是庄严 而且你知道自己的心 已经安住在清清三星当中 那么它出现的就是庄严 都是有平德的相 如果是自暴自弃 那就什么都很随便 都无所谓 这样没有了一个虔诚的心 没有个恭敬心 等于就是说没有任何功德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要骂护 不要携带 不能软赖 处处要有尊重的心 这样才如法 真的这样才如法 念的每一句佛就非常清仓 爱亚存证的 那么这一句佛念得越好 得的力就越大 这些可以直接在这个思想上 得到严证的 那么现在我们不直接在思想上 下手秀号就根本没有个下手处了 一个如法下手处就找不到了 虽然我们需要明白这个道 本乃是平易的 平常的 而且就在这境界 你保护好了 马上就调整了 效果也马上就不同 还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平时身体的这个动作 如果非常符合这个接派 那么就成了非常美妙的悟道 这个音声祝贺得很好 他就成了美妙的音乐 可以套于人类心情 不要说我们听支撑的念佛的音声 就连听一段很好的音乐 当下心里也马上会临近 更何况是阿弥陀佛的万德鸿鸣呢 只要你本人注意到他的节奏 用你的心来探周阿弥陀佛 万德鸿鸣的妙趣 能够一心专注地投入 安住在这种状态里面 面密不断地念下去 那这样来念佛 就必然远远超过时间的音乐 远远超过时间悟道的一种价值 所以呢 念佛的时候呢 要非常恳切 这很重要 就好像我们掉进大碎里面 即将淹没的时候呢 急切地寻求救护那样 所以这个恳切呢 非常重要 这个恳切呢 又像是我们得了一种不知自尊 祈求这个一生救折那样 就这样念佛的时候呢 要对阿弥陀佛呢 有这么一种恳切的心念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大家需要明白 念佛呢 又要做到面密 就是说要一句 境界一句 中间既没有被妄念各断 也不会因为其他的因缘而各断 那么这样佛就念得面面密密的 如果中间身体乱动了 口里乱缩了 心里乱向了 这样不是念念不断地 安住在念佛上面 这个不教面密 当然要达到面密也很不容易 这个呢 也有个过程 大家清楚啊 功夫不服有信任 只要肯利用功 那么逐渐逐渐就会达到面密 还是这样子 还有呢念佛呢 大家需要注意啊 念佛时候呢 还要这个乘坐按线 这非常重要 就是说自己既然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心态自然就成做按线 不会急躁的 不会想很快很快 得什么一个效果 比如说追求健逛啊 追求健福啊 或者追求得感应等等 他不会很急躁追求这些 这种求疏效的这个心 其实就是一种 说百乐就是躁动的一个心态 这个是要纠正的 不然容易出片的 甚至呢会糟磨的 所以呢我们只要用 自称的心念佛就可以了 不要有什么焦躁 不安的这个心态 而且我们说啊 乘坐按线 那么这个按线呢 就是指我们的心 能把这个事件的事都放下 成了天地见的一个现任 心理无事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叫按线 这个呢都赖自我们 对阿弥陀佛的心心 那么这个心心 一旦真正生气了 就不会急躁 不会控制的 这些不正的这个心呢 都没有了 那是这样子 那么我想真正真正 对阿弥陀佛有心性的 那这样的话呢 新的阿弥陀佛就非常安心 非常自在 在当时心态上来讲 可以说是很安心的 不是世间热梦的人了 确确实实就是现任了 所以这个心心很关键 那么有了心心就非常安定的走这条路 自己有了心愿 心就暗了 心就定下来了 这就是非常殊胜的安心法门了 的确是这样的 所以我有时候心有点乱 或者是有点累 或者是比如说要翻译 或者是要思考这些 理论性很呛的发译的时候呢 脑子转不动 有点不舒服 然后我就不失去散乱 确确实实开始稍微放松 然后打坐 开始念佛 慢慢挑过来 好像大概五六分 或者有时候十来分 真的一下子就是身心 都有感觉轻松了 心态好多了 所以自己也知道这个念佛 只要有心性的话呢 确确实实就是安心法门 非常殊胜的一个安心法门 是这样子 那么大家平时呢 最要是自己的心愿 或者是对这个佛号的心心 或者说非常非常一种 忠心根根的一个心态 而且呢是功功精进的 又是阴重的心 然后呢 自己的心里呢 最大的是就是这个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而且在念的时候 因为很喜欢 很有信心 很重视这个 阴重的心态 所以他心也不会动 不会散乱 或者呢 不会一下子 马上就一种沉重 或者是一种激躁 或者是一种散乱心 就不自在 或者是不安心 不是这样的 确确实实就是心暗了 心定下来的一个状态 在念佛 是这样 所以我自己念佛的时候呢 也有这样的一种体会 那么过去的这个 祝师大的 尤其是京都 祝师大的 他们讲念佛修法的时候 讲到这些 我就是想到这很好 不管我们修什么 佛菩萨的法门 不管是念什么 还是念什么佛号 都是大通效益 几乎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次讲的时候呢 也是可靠的 祝师大德们 念佛修法也看了 然后自己的一些 相似的修法的一些体验 也讲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希望大家呢 要踪跃一下 毕竟就是这两堂课 但是这两堂课呢 是非常重要 而且呢 自己也知道啊 我们呢 想跟这个阿弥陀佛 生生世世 都是要这里立他 而且呢 就是我们呢 修是有这么殊胜的意愿 通过我们的道士 释迦佛介绍阿弥陀佛 那么这样我们资深上 因为毕竟这个是 资历踏离和和要修的 那么资历上面 肯定要培养这个心愿 或者说对这个法呢 非常需要有心心 然后呢 才我们的心呢 很拥心的 很踊跃的 一种安心的状态 会念这样的一个佛 是这样 而且又想到 我们来办 这一件王胜的大事 那就不得不学 不得不念 就是要一念一念 坑坑切切地念阿弥陀佛 大家需要清楚 这都是呢 一分更晕 一分受获 急也急不来的 所以关键呢 自己的心 需要定 心需要安 那么心安了 心定了之后呢 才能做到 身心相义 也就是说 念佛的心和念佛的声音 互相依靠 那么这是一个要诀 就自是包了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声音 一个就是心 那么这两个因素 一旦配合好了 那么这个佛就念得好 声音自自念得清清楚楚 而心呢 又应做这个声音 那这两方面 配合得很好 这个妄念 就没有起来的机会 这个就是一个要诀 就是说 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就是声音 心就应做 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呢 进阶座念起第二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样下去 那么妄念就起不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需要明白 关键就在于 用声音射住了心 如果这个声音上 一字抱正 自自清除 那这个嘴巴 就没有机会 再说别的东西 也就不会 缘在别的地方 那么同时呢 在心里面 应做这六个字的 念佛声音 再从心里面 念出这六个字 这样心里 清清楚楚的 出现这六个字 而没有别的 那心就 唯在念佛 而没有念其他的 那么这样坚持下去 妄念就 自然而然会清净的 这个非常重要 再讲一遍 首先就是口里 清清楚楚的念 南无阿弥陀佛 心里呢 也就要唯一愿 南无阿弥陀佛 结束呢 又从心里面 念出 南无阿弥陀佛 心由 应做这个声音 念南无阿弥陀佛 那么想这样 一字连续下去 不断不断地 加强 这样的篡心 就而就之 就形成了 念力 那么真念的力量很强 力量就起来了 出现了 良好的一种迅环 所以呢 只要按这个程序 做下去 就可以杜绝 心其变的念头 一个非常大的要点 是抓住我们的这个分别心 我们的这个心呢 七年头的时候 一定心里是在念着 一句一句的话 这个叫做内心的预言 那么他念着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那个 就是在其谈心 如果我们的心念着 我恒这个人 我讨厌这件事 就是在其成心 所以在心里面 自清楚地念出 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的时候 就唯一是在念着阿弥陀佛 这样就自然而然 没有别的心态 所以重的要诀 就是一般人念的 每句佛号 都要自己的心里 听得清清楚楚 然后印作这句佛号 又念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在自己的 低流意识上面抱我 这个分别心 它一定要圆着 一句句内心的预言 才能产生的 我们在七年头的时候 一定是想着这个 想着那个 才生起来的 如果没有这样缘 就不可能独立起来的 而现在我们的心 一直这样念出 南无阿弥陀佛 不断不断地坚持下去 那这样的话 往念自然清净了 这就是以佛念 来代替 五两百千亿 往念的一个妙法 就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念佛的修法 我们讲的这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认认真正地学习 并且按照这样的一种修法 来念佛 这样的话 我们人人都有希望 完完全全 可以在临终的时候 自在地往上 下面就是开始 把这个将近说法 恭秀的功德 做殊胜的普及回向 深深深身身条 彩香好 光明 彩香 好 光明 吾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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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 光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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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遍 此心怕 大眼督众生 秋天 显灵等 彼岸 天天 显灵等 彼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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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